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拿破仑大地》 作者叫安德鲁·罗伯茨 罗伯茨是著名历史学家 尤其擅长写人物传记 曾以索尔兹伯里 维多利亚时代的泰坦艺术 获得英国历史类著作大奖 沃尔夫森历史奖 这本书是罗伯茨的最新著作 也是拿破仑的最新传记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运用了很多最新的材料 比如拿破仑的一万多封私人信件等等 当然 罗伯茨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新二新 也不是把新材料简单的罗知一下 罗伯茨在引言中写道 我希望读者在看完这本书后 完全明白为何我用的标题是 《拿破仑大地》 也就是说 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 让我们重新认识拿破仑 他不是一个独裁者或战争狂 而是像亚历山大大帝和凯撒大帝那样 是一个对本国以及世界历史有推动作用的政治家 很多中国人对拿破仑比较陌生 最多知道一些教科书里的内容 他是一个军事天才 以军事起家 最后当了法国皇帝 然后频繁的发动对外战争 最终在滑铁卢战役中失败 也就是说 在我们的印象里 拿破仑是一个权力家 野心家 战争狂 不止我们 很多西方人也这么认为 比如法国思想家斯塔埃尔夫人曾说 拿破仑是东方暴君 是新阿提拉 是只知道如何破坏与毁灭的士兵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曾说 拿破仑是典型的追名逐利之徒 他破坏了一种对平等自由博爱 以及人民起义推翻压迫的梦想 但是作者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 拿破仑不仅拯救了法国 还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梦想 他在书中甚至直接说 拿破仑是现代法国的奠基人 一个时代也以他命名 这就是他称拿破仑为大帝的原因 其实啊 大帝是中文翻译 英文书名是Napoleon the Great 直译就是伟大的拿破仑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三个部分 来重新认识拿破仑 看一看他到底伟大在哪 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一看 为什么说拿破仑拯救了法国 第二部分我们再来看一看 拿破仑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为什么作者认为他不是一个独裁者或冒险家 而是真正的政治家 第三部分我们最后再来看 拿破仑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什么影响 好 咱们先来说第一部分 为什么说拿破仑拯救了法国 这话要从法国大革命说起 法国大革命爆发于1789年 直接起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在5月5日召开的三级会议 所谓三级就是教士 贵族 平民三个阶级 当时的法国因为连年战争 而陷入了财政危机 所以国王就想提高税收 而这项决议需要通过三级会议批准 才能生效 在投票权上三个阶级各有一票 这看上去很公平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几千万法国人口中 教士和贵族分别只占1%左右 剩下的98%都是平民 也就是说 在投票权上 人口只占1%的人群 与占98%的人群 拥有一样的权利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 路易十六就是想联合贵族和教士 通过投票增加平民阶级的税收 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 路易十六的算盘打得挺好 但这个时候的平民阶级 已经不是任人宰割的鱼肉了 面对这种不利的局面 他们干脆脱离三级会议 组成了新国民议会 和国王分庭抗礼 随后路易十六动用军队 想强制解散国民议会 却激起了平民的武装反抗 革命爆发 结果是现任政府被推翻 路易十六被处死 你看 现在专制政府被推翻了 国王也被处死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大革命是胜利的 但大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胜利 还有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激起了周边国家的敌意 当时的欧洲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专制体制 而大革命的宗旨和效果 就是推翻专制 因此他们对大革命后的 法国有很深的敌意 害怕自己的国家受到影响 统治地位被动摇 于是奥地利普鲁士等国 组成了反法同盟 想要镇压大革命 让法国的波旁王朝复辟 这是法国面临的军事危机 也是外部危机 第二个问题 是专制政府虽然被推翻 但法国却一直处在 严重的政治混乱中 这点很好理解 推翻一个差的秩序 是比较简单的 难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秩序 革命成功后 革命党内部就开始分裂 各派之间开始互相迫害 甚至杀戮 比如在激进的雅各宾派领袖 罗布斯比尔执政期间 有七万人被处死 其中既有贵族 也有革命派 还有平民 罪名都是莫须有 史称恐怖统治 而最终连罗布斯比尔 也没能逃脱恐怖 被送上了断头台 对此全球通史的作者 斯塔弗里·阿诺斯 有一个很深刻的评价 革命失去了控制 开始吞没他自己的儿女 法国因此陷入了长期混乱中 直到革命爆发三年后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才得以成立 政府虽然得以建立 但混乱并没有终结 各派之间依然在互相争斗 先是激进主义的雅各宾派 取代了自由主义的基伦特派 随后共和主义的热越党人 又推翻雅各宾派 建立了都政府 频繁的政权更迭 让法国一直处在动荡之中 也就是说 此时的法国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 内忧是政治混乱 外患是反法同盟的军事进攻 内忧外患下 法国在1799年陷入了最低谷 不仅在战争中丢土失地 连经济也被封锁 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 甚至连军饷都发不出来 境内到处是逃兵强盗与劫匪 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共和政府可能崩溃 法国也可能会崩溃 这个时候 法国需要一个能够稳定局势的强人 拿破仑刚好在这个时候出现 拿破仑虽然出身于富裕家庭 但不属于贵族 所以在路易十六的时代 他是没有资格进入政治中枢的 但上面说的时代背景 给了他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拿破仑是在对抗反法同盟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 在第一次反法同盟中 他先后在两个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一次是1793年发生于法国南部的土伦战役 当时拿破仑临危受命 在炮火的掩护下带领突击队攻下了土伦 拿破仑因此被破格提升为准将 第二次是1796年的意大利战场 此时拿破仑已经是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 与反法同盟主力奥地利军队正面决战 战争持续了9个月 拿破仑两次以少胜多逼迫奥地利求和 第一次反法同盟因此失败 这一次反法同盟失败后 那些国家很快又组织了第二次反法同盟 这个时候法国已经是都政府时期了 这一次反法同盟入侵时 拿破仑不在法国 他被派到了埃及战场上 而都政府不是反法联军的对手 在战争中接连失败 法国再一次陷入危机 这个消息传到埃及之后 拿破仑果断留下军队 只身一人返回 而在困境之下 法国人民都在期盼拿破仑 他回国的消息传回之后 民众高呼 共和国万岁 拿破仑万岁 不过 这次拿破仑不仅要击退反法联军 他还要取代混乱的都政府 1799年11月9日 拿破仑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威望和权力 调动军队包围并控制了都政府 第二天 拿破仑建立执政府 他自己任法兰西第一执政官 拿破仑执政后 立即对内部政治进行了整合 比如为了终止党派斗争 他解散了议会 为了彻底避免波旁王朝复辟的可能性 他废除了贵族制度 让法国再无贵族与平民的分别 从这时候开始 国家的军政大权 全部掌握在拿破仑手中 拿破仑的做法 确实容易被理解为野心家的专制 但从实际效果来说 他确实挽救了衰微的法国 他不但避免了法国的轮亡 还从此开始蒸蒸日上 1804年时 拿破仑与俄澳联军展开决战 获得决定性胜利 法国在欧洲的威势达到顶峰 连当时欧洲的一流路上强国奥地利 都不得不屈从于法国 这个时候 由于拿破仑已经是法兰西皇帝了 而俄澳联军也分别由皇帝亲自统帅 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三皇会战 这就是拿破仑在大革命的背景下 挽救法国的过程 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权力家 野心家和战争狂 用罗伯茨的话说 就是虽然他对国家实行了专制统治 但却有效的治理了国家 书中还说 法国人经历了恐怖统治与腐败混乱的都政府时代 大都渴望稳定的共和国 拿破仑满足了他们的愿望 所以说 拿破仑拯救了法国 是法国的英雄 这就是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那如果拿破仑的生命或政治生涯终结在他当第一执政官的期间 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争议了 但是他在掌权之后没多久就加冕称帝 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个人野心的暴露 是赤裸裸的独裁 但是作者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 即使拿破仑称帝 他仍然不是独裁者或冒险家 而是政治家 那第二部分我们就来看一看 作者为什么这么说 要说明白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说清三件事 皇帝 法典和扩张 我们先来说 拿破仑为什么要当皇帝 仅仅是为了 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吗 当然不是 这件事要复杂的多 前面说过 大革命推翻了专制王朝 建立了共和制的政府 此后 法国就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 而除了第一部分提到的祸患之外 法国内部还有一个隐忧 就是政府合法性的问题 路易十六是波旁王朝的王室 而波旁王朝在法兰西的统治 已经持续几百年了 大革命虽然推翻了波旁王朝 但在法国人心中 波旁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还是最高的 所以即使拿破仑拯救了法国 控制了权力 但他并不具有很强的合法性 他与波旁王朝的国王不同 无法从家族血统和神圣性上 证明统治的正当性 所以在很多人的心中 波旁王室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即使路易十六被处死 掌权者也应该是波旁王室的其他成员 而不是革命党或拿破仑 这是拿破仑的一个困境 但也并非没有解决办法 因为他知道 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有赖于他自己的荣耀 和他给法兰西带来的荣耀 荣耀换来的支持比血统更为广泛 于是拿破仑选择称帝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了 称帝与合法性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刚才说过 之前国王皇帝的合法性 来源于自身的血统 不仅法国如此 整个欧洲都是如此 比如奥地利皇帝必须来自哈布斯堡家族 普鲁士国王必须来自霍亨索伦家族 而拿破仑称帝的目的 就是为了颠覆这种模式 从他开始 皇帝合法性的来源 不再是血统 而是人民 所以拿破仑执政之后 就废除了贵族制 所有人身份一律平等 没有血统的高下 终止了血统观念 然后他又修改宪法 规定法兰西可以有皇帝 但皇帝必须通过民选 这就是刚才说的 皇帝的合法性的来源 不是血统 而是人民 最终拿破仑在选举中 获得350万赞成票 成功当选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你看 彻底改变皇帝合法性的来源 才是拿破仑称帝的终极目的 所以他才在加冕仪式中说 我是全民公投的皇帝 我为自己加冕 同时他也发誓 只为法兰西人民的利益 幸福与荣耀而统治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转变 作者才说 拿破仑是现代法国的奠基人 在此之前 法国是波旁王朝的法国 甚至是国王个人的法国 路易十四就曾经说过 法兰西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但从此以后 法国是法兰西人的法国 所以在拿破仑的理解中 共和与专制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皇帝 而在于究竟为了谁而统治 为血统和家族统治就是专制 为人民而统治就是共和 因此拿破仑才会说 帝国政府是另一种类型的共和国 而最能证明拿破仑誓言的 就是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法典是历史上第一部民法 即以保护人民利益为核心的法律 所以也叫民法典 法典的具体内容虽然有很多 但核心原则只有三条 自由平等 财产所有权保护和契约自治 这部法典不是拿破仑的政治作秀 因为在他正式称帝之前 这部法典已经颁布实施了 拿破仑法典是第一部民法 很多现代民法的原则和规范 都是他确立的 比如法典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条款 都在强调和确保 个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 这部法典不但在法国沿用至今 还成为很多国家的民法范本 对于这部法典 拿破仑非常自豪 他甚至说 我最伟大的事业 不是打赢了几十场胜仗 而是这部法典 尽管有反对者认为 这部法典的内容并不是拿破仑撰写的 因此不应该把功绩算在拿破仑头上 但作者认为 如果没有拿破仑的推动 这部法典就不可能问世 而且尽管拿破仑不是内容的制定者 但他是完全认可法典内容和精神的 不过 既然拿破仑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野心家 而是一个为法国人民统治的政治家 那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扩张呢 他对外战争的目的 是为了法国人民的利益 还是为了自己的个人野心呢 客观来说 拿破仑对外扩张的行为 确实是因为个人的野心 但野心和野心还不一样 有些人的野心是为了征服和掠夺 但拿破仑的野心不是为了征服其他国家 然后统治其人民 他想要的是重建欧洲的秩序 自从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 欧洲就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中途虽然短暂的恢复统一 但很快又四分五裂 拿破仑的理想是终止欧洲群雄割据 纷争不断的状态 建立起一套以法国为中心的新秩序 所以拿破仑的对外扩张有两个特点 第一 他很少真的进行彻底征服 大多数战败国都保持相对独立 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法国而已 第二 拿破仑基本不会压迫服从国 而是对其推广法国的改革和理念 比如荷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 都接受了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的最终理想不是彻底统一欧洲 而是建立欧罗巴合众国 一个国家组成的联合体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欧洲应该以美利坚合众国 或者希腊城邦为模板 创建欧罗巴合众国 欧洲应该成为一个民族 每个人都会觉得是在自己的祖国内部旅游 这是大势所趋 或迟或早 这样的联合终将到来 也就是说 拿破仑并不想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他是想让欧洲形成一个联盟 法国是联盟的核心 以上就是拿破仑的政治理念和行为逻辑 首先尽管拿破仑成立了一个帝国政府 自己当了皇帝 但在他的理念中 帝国只是另一种共和国 其次 拿破仑颁布的民法典 证明了他真的是在为人民的利益而统治 最后 拿破仑的对外扩张 不是为了征服 而是为了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建立一个欧罗巴合众国 通过这三点 我们就能理解 为什么罗伯茨认为 拿破仑不是一个野心家或冒险家 而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这就是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但是就算拿破仑是政治家又如何 政治家就一定是大帝吗 当然不是 历史上的大帝 例如亚历山大 凯撒 秦始皇 汉武帝 他们的影响不仅限于当时 还影响了后来的历史 那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 拿破仑对历史产生了什么关键的影响 我们在开篇的时候 曾提到作者对拿破仑的一个评价 拿破仑是现代法国的奠基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现代法国呢 这就要说到拿破仑对历史的影响了 不过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简单 所以我们要借用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 在全球通史一书中的论述 全球通史曾指出 民族国家这个政治概念 是伴随拿破仑兴起的 而所谓法兰西人的法国 就是第一个民族国家 也就是说 拿破仑在客观上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兴起 这是他对历史最大的影响 那下面我们就顺着全球通史的思路 来解释这个问题 什么是民族国家 简单来说 就是以民族为纽带而建立起的政治体 比如德国是德意志民族的国家 日本是大和民族的国家等等 总之当下的两百多个国家中 民族国家占据大多数 虽然民族国家是当下主流的国家形态 但民族国家这个形式出现的时间 只有两百多年 而前面说过 第一个民族国家就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 那为什么此前没有民族国家呢 因为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概念 比如一个生活在中世纪的人首先会强调自己是基督徒 然后是语言 比如拉丁语或希腊语 然后是具体的居住地区 比如伯肯蒂或康沃尔 这个时候 英吉利 法兰西 意大利这些概念 指的都是范围较大的地区 而不是国家 当初欧洲推行封建制的时候 就是以地域为基础进行国家划分的 然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各个封建国的文化语言都发生了改变 同外部的差异越来越大 而内部的差异越来越小 英格兰人 苏格兰人 意大利人 法兰西人 才逐渐变成民族 这一区分在拿破仑之前就基本完成了 不过 这可不是说民族出现了 民族国家就会出现 虽然同为皇帝 法国的拿破仑和奥地利的弗朗茨二世 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 当皇帝 弗朗茨二世靠的是血缘 拿破仑靠的是人民 对于奥地利 弗朗茨二世是天生拥有主权的 但对于法国 拿破仑的主权来自人民的授予 这就是封建国家与民族国家最大的不同 封建国家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 国王或诸侯 比如路易十四曾经说过 法兰西完全属于国王本人 而民族国家的国家主权 则属于人民 皇帝 议会 政府 首相 都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担任和成立的 也就是说 民族国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 单一民族主体 第二 主权在民 而欧洲历史上 第一个用这种方式成立的国家 就是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 路易十六是法兰西国王 是法兰西地区的统治者 拿破仑是法兰西人的皇帝 是法兰西人的领导者 这个时候的法国 单一民族是法兰西民族 虽然有皇帝 但皇帝是全民选出来的 所以是民族国家 所以说 拿破仑在客观上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 拿破仑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第一 巩固并完善民主民选 打压封建制 第二领导法国人民对抗其他国家 促进了法国的国家团结和民族意识觉醒 从前的法兰西是封建制下的亡国封地 此后的法国是法兰西人的国家 斯塔夫利亚诺斯指出 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于法国 在连续且激烈的战争中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的民族意识也开始觉醒 1815年 拿破仑在第六次反法同盟中失败 被迫退位并被流放到鄂尔巴岛上 解决完拿破仑之后 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 商议如何处置法国 以及此后的欧洲秩序 商议的问题中有一条 就是如何划分被拿破仑侵占的领土 如果按照原先的规则 是谁的就还给谁就行了 但这个时候不仅国家有领土需求 不同的民族也开始有领土需求 而领土需求其实就是政治需求 于是从1815年开始 欧洲爆发了一系列民族反抗运动 1821年 希腊人从土耳其的统治下获得独立 1830年 比利时人摆脱了荷兰人的统治 1848年 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控制 1870年 德国击败奥地利和法国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到了20世纪 这种反抗运动就更加激烈了 典型的事件 有巴尔干战争 以色列成立和南斯拉夫解体等 即便是到了21世纪 这个过程依然没有结束 2014年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事件的起因 就是一部分苏格兰人想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而这一切都是从拿破仑开始的 总结一下 拿破仑虽然没有主动建立民族国家的意识 但在客观上 他的出现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传播 在这个过程中 他起到了具体作用有两个 第一 虽然此前的人权宣言 已经提出了主权在民的理念 但真正把这种国家模式确立下来的是拿破仑 第二 领导法国人民进一步团结 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 继法国之后 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民族国家相继成立 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部分内容 好 那这本书的内容已经解读的差不多了 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1789年 法国爆发了大革命 大革命虽然推翻了专制王朝 但却带来了两个危机 第一是反法同盟的进攻 第二是内部政治的混乱 而拿破仑则通过自己的军事能力和政治魄力 解决了这两个危机 并成为法国的最高掌权者 因此作者会说 拿破仑拯救了法国 虽然拿破仑夺得了政权 并最终称帝 但作者认为 拿破仑不是一个野心家和独裁者 他称帝是为了终止血统王朝的观念 让人民成为皇帝的权力来源 而民法典 就是他政治理念的最好体现 同时 拿破仑的对外军事不是为了征服 而是为了联合 他想建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欧罗巴合作国 最后拿破仑的出现还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 就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此后民族国家在世界各地纷纷建立 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基于以上几点 罗布斯认为拿破仑是当之无愧的大帝 以上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